我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日本人 對上保加利亞人 這張地圖是比賽地圖 但是雖然說是比賽地圖 簡單來看是四湖 四湖裡面也有 食人魚跟鮭魚 沙蒙 之前我們有聊到 沙蒙鮭魚群 都在地圖的角落裡 所以在如何在地圖上 吃到這些魚群 是非常關鍵的 在這張地圖裡 那雖然一開始要吃魚 所以一開始都會配個五木 然後去挖木頭 然後再去趕快 去下第一個漁港 那時候就有觀眾說 為什麼匈奴不能玩油木 因為最主要油木都是玩油海油木 那五海油木的話 選匈奴可能還好 但匈奴一開始 他的能力是會減100木頭 但是可以不用蓋房子 但是如果一開始就 減100木頭的話 會導致他馬猴前期下得太慢 導致他的食物獲取量 會比其他文明賣上很多 這就是匈奴為什麼不能打油木的原因 但往往很多高手 會去整武油木地圖 然後故意去選一些 開魚港很不利的文明 可能要測試自己的極限之類的 我覺得相當有趣的 很可惜喔 這次並沒有看到有人在 游牧或是海圖玩這個匈奴 但應該之後也不會有 這個海圖玩匈奴真的是太自虐了 好 那這邊 木頭會先補到六個 要來穩定這個 出魚船的速度 然後讓自己不卡人口 在游牧中 這個因為要出魚船 還有這個 還要再出人的關係 村民會一直不斷 那魚船也是喔 魚船通常會出到四到五艘 那這樣子的話 你木頭的續船可能會很大 通常我會補到七木至八木 會比較安定一點 這樣子的話 自己出這個 那個叫什麼 房子啊 魚船啊 或是要蓋一些軍營之類的 前置 馬舅 會比較好一點 或者是要抱繼續更多的漁港 都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就是其實在這張圖 你只要肉不斷 然後可以準時上封建時代 然後木頭多一點是沒有關係的 好 那這邊日本人 Viper已經準備了 要來上封建時代了 這邊稍微收一下肉 440肉 但是這邊 保加利亞這邊還沒有收肉的樣子 肉差的有點多 哇 Viper這個速度提得很快 已經點封建了 Viper這邊 偷建時代上的有點晚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是這個日本的漁船發威了嗎 原來日本漁場 有這個吃魚加成 他的這個吃魚的速度 應該算是 圈遊戲最快的嗎 應該是喔 漁船喔 工作效率最快的 那他的漁船 血量還是比較多 110滴血 好 那這邊Viper的刺頭 找到對方的一個 捕魚的 一個村民喔 但是沒有繼續砍 因為他怕對方的村火 怕對面的刺頭回來救 但殊不知 黑亞的刺頭在地圖中間喔 根本沒有機會可以去救到 就算換喔 雖然是換的而已喔 但是會有點虧阿 原來自己如果損失掉了自己的刺頭 可能會出事 好 那黑亞這邊稍微消息一下 那確定喔 黑亞是在上面 上面這個位置開漁港 因為有可能喔 黑亞也可以會在下面開 那Viper這邊主要的目的喔 是要確認對方的漁港位置 好 那日本人 這邊漁港 可以有效的去捕魚 在四五來說 我覺得算蠻強的 哇 這邊又需要一個操作 但是 TC周圍沒多少村民 只有兩村 哇 差點麥普利包秀了一波 好 那日本人喔 通常這個封建時代以上喔 都會去打這個 長槍兵 加上 小弓的一個策略喔 有阿黃金 那應該是 待會會再下這個射箭場 那這邊是決定先出 三棒棒 三棒棒加一隻長槍兵 那日本長槍兵 加上這個 加上這個裝甲步兵喔 殺傷率是很足夠的 我們在之前影片有講過 以前我們這個HD時代的CD玩家 最常用的就是裝甲塔 裝甲塔工 那日本喔 算是非常適合裝甲塔的一個文明 他本身這個步兵攻擊速度很快 有足夠的壓制力 那以前喔 也會推薦這個賽爾特 只要是步兵前期有加成的文明 都會去蠻推薦的 但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日本的 因為日本的這個攻速喔 砍起來就是快阿 不管是要跟對方的村民施殺 或者是要硬拆劍塔 這個日本的裝甲步兵 都跟鬼一樣 好來看一下這邊 敲房子的速度有夠快 瞬間就消了兩百滴血了 這就是日本的砍擊速度 很舒服阿 這砍了很舒服 還有可能會修不回來 這就是日本的步兵喔 攻速加33%的一個效果 這個效果就有點像是這個 保加利亞 馬燈的這個效果 保加利亞的銀罐 可以增加 騎士的攻擊速度33%喔 那這個日本的步兵 一開始就有這33% 是不是要爆了 嘿嘿啦 直接 兩川爆炸 哇 裝甲步子砍爆 有夠痛 直接被殺個四村 我 無焉了 這就是我這麼喜歡日本的原因喔 這個攻速真的太扯了 有一種我看了三小點 JPG 這個日本的裝甲步兵真的太痛了 我沒想到他會砍破 這場比賽我也是只有看到結局喔 我並沒有看到前期發生什麼事情 蠻扯的 這個居然也能打得進去喔 日本的裝甲步兵真是蠻痛的 好那這邊 大量的行騎兵 行騎兵喔 這個刺頭 還沒撐爆時代喔 五隻刺頭 那家裡喔 只要出個兩三隻的這個 長槍兵喔 那下面這裡再維持喔 不要讓敵人在那邊 鑽來鑽去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 HERA這邊出馬的話 日本出這個長槍兵 也可以吃到這個 33%的 攻速加持 如果 MIPER這邊更狠喔 可以再拉個一村喔 再來把這裡圍一下 直接蓋個城牆 來當個競技場 然後再把這個 長槍兵 派進去 可以全吃這邊的刺頭 好 這邊只戳到我一下 有點可惜 好 攻兵點下來一擊 射 裝甲步兵 還在對方家裡燒了 在這邊燒了 要直接走 又走回去了嗎 剛剛看起來是從TC走進去了 但是TC附近 並沒有太多的村民 毛病進TC 也不會增加箭矢傷害喔 這算是相當的細節喔 如果你想要增加 建築物的傷害 像箭塔或TC的話 一定要用弓兵喔 毛病是不會增加的 毛病是不會增加的 所以MIPER這邊也很清楚 你沒有出弓兵 我就可以 自由的 進出你家TC喔 反正人家TC旁邊也沒種錢 也沒人 好 MIPER這邊還偷偷 丟了一個村民 到了 HERA加下方的這個 魚尺喔 做一個捕魚 這邊三隻 裝甲步兵 待會會硬坎嗎 後面這邊 HERA應該在等貨防刺猴回來回救 待會要利用七隻的刺猴 直接去硬打 然後再等這個一級射好 可以有效的去解決對方的裝甲步兵 好 這邊瞬間收掉一隻裝甲 HERA MIPER沒有扣 有點可惜 但沒有關係喔 回頭還是稍微砍了一下 但他這四隻喔 已經賺爛了 四隻 三隻裝甲換四村 真的是不虧阿 但是HERA這邊 好 村民也是蠻補回來 那這邊補回來的原因是因為 VIPER這邊點下城堡時代的關係喔 所以村民早就已經沒有在生了 在生時代了 哇 結果這邊VIPER被抓掉一村阿 這邊偷偷蓋碼頭 然後被HERA抓到 但HERA這邊早就也是在生火蒙桶了 日本人這邊也是出火蒙桶想要來殺 但是沒有優先殺我一場 那在這邊突襲對方一村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並不是要來燒一村 而是要來先燒對方的戰艦 一直去找機會 去燒戰艦比較好 那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 你沒有或需要再繼續出戰船的話 可以考慮喔 把這個 戰船喔 存在這個港口裡 然後找個機會 再出來再射個一波 直接射一村 然後這時候就不再去 射對方的一個戰艦 那如果你真的要打戰艦的話 就是要存很多台 那我剛剛講的做法 是存兩台戰艦 至三台 直接硬點佔漁船的一個做法 好 欸 換成叫 欸這樣就不是很虧了 如果換掉的話都還好 但是這不要 HERA也是在這邊捕魚 但好像沒有看到 VIPER的一個捕魚的狀況 這邊 弓兵已經有變成奴兵了 自己也升到奴炮戰船 這時候 HERA由於前期死了四吋的關係 經濟很慘 這裡連車暴使台還沒辦法點下 這邊弓兵已經過來了 但是這邊 並沒有太多的東西可以防守 弓兵直接進來燒了 好 家裡開始在存這個火門筒 下方 可能是自己家裡 在升這個 欸 升級 升級是用這個右邊的這個港口 結果VIPER家裡的魚船也被燒光了 有點傷喔 好 那這邊 奴炮戰船升級好之後 應該就會 想要來存一波 火戰船 好 這一波交戰 看起來直接被解掉 貓兵加吃 直接上個硬吃 欸 CMVIPER被殺了 欸 又被殺了山村 欸 在哪也被殺了啊 這個 真的沒看到 好 這裡有一隻 騎士 在無雙 下來偷村 好 這邊戰船出來燒我一波 趁對方還沒上城堡時代時候 利用自己有這個火戰船的優勢 好 家裡這邊左邊 火戰船出來 單數量不夠多 只有三艘 但我覺得VIPER 要硬搶回這塊 地方好像有點 有點困難的感覺 雖然這個魚還是蠻多的 還沒有吃到非常 沒害怕 往回的地步 因為有時候你像這種魚 你吃到剩下 一 剩下幾個大魚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 要不要再繼續 出魚船 或是出戰艦 去跟對方爭奪 好 VIPER這邊應該也是 看到右下角右了 但是 黑拉這邊優先發現到 VIPER在下方捕魚 好這邊火戰船 直接出來燒 終於這邊打贏戰船了 可以燒對方的魚船 那VIPER左邊這邊的一個戰線 也差不多 快要拿回來了 那右邊這邊 看到對方出 露馬這邊直接收掉了 這個是 這個村民 火戰船出來應該也會直接去燒 不會再存了 但是黑拉補了第二個魚槓 那應該是要立完右邊這個 但 VIPER下面這裡反而沒有蓋自己的馬 好 兩邊都是打一個 先解決海戰的一個方式 出大量的一個火戰船 燒對方的一個魚船 魚船沒有在動 看來也是不用動 好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先燒魚船的話 戰艦容易打不贏 打不贏的話 這邊自己的魚船 可能也是要死敗了 可能會再互相傷害 但最慘的一個結果 先燒一船 雖然可以直接燒經濟 但是自己沒有戰艦 很容易這個魚港 又被對方搶回去 好 那日本VIPER 這邊選擇出馬弓 那日本馬弓也是OK的 基本上能滿都有滿 工坊全滿 拇指環跟安息人都有 所以日本馬弓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日本可以打強弩也是可以 但馬弓我覺得是 克制馬弓的更好的選擇 以這個奴兵來說的話 好 這有黑仔的想法 比較單純一點 最近是壓制 那馬弓這邊沒有打算要出秀道院嗎 秀道院會補嗎 還是就是馬弓直線呢 這個情況出秀道院 感覺還不是時機 但是要下來是可以的 因為不是時機的原因是因為 所以他自己快斷村了 因為這個漁船 本來剛剛一直都是有在補魚的狀態 但是因為自己左邊這邊漁船 被突襲的關係 所以現在有點斷肉 這邊在下修道院可能會直接斷村 畢竟自己還要在支撐自己的馬弓 再一個產量 雖然三驢招對方騎士相當方便 但是黑仔這邊也有少數的輕騎兵 所以要稍微提防一下 這邊有更多的馬弓產出來 可以灑了一些田 但還沒有灑太多 麥克這邊搶下了 黑仔家裡的一個湖 但這邊應該也只會出到4-5燒的漁船 應該不會再出太多漁船 原來高手們應該也會去計算 大魚的數量還有多少 去判斷要出多少的漁船 好那黑仔這邊在偵查 黑仔 不是 VIPER這邊有沒有蓋下面這裡的漁港 這漁港確實也是蠻重要的 這個是未開發之地啊 這麼多鮮美的魚 我想VIPER應該之後也是會開一下 不然這個肉或許速度還是慢了一點 日本就是要捕魚吃撒西米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撒西米就是如此的重要 黑仔這邊搶下右邊這塊湖之後 魚船也沒有追出 只出了5燒船 那在四湖這張圖 大部分的魚船的數量都會出 自5到8燒左右 多自10燒 但是10燒我是真的覺得有點太多了 因為這個湖啊 每個湖能吃的魚有限 湖吃完的話 裡面的魚吃完的話 你還是要去下這個魚網的 而且一次出十隻魚船的話 有點 有點是感覺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個籃子裡 這種感覺 所以這張地圖四湖會這麼難打 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這個魚船 數量造的多寡 防守跟進攻 選擇判斷 都是滿一瞬間的事情 所以四湖這樣地圖我也是打的不是很好 勝率有點低喔 只有四十幾%的一個勝率 我本身是不太會打海圖的一個玩家 海圖沒有太練過 海圖沒有太練過 好 那這邊 收村 那白盆還沒有點單道學很乖 那寶大利亞這邊也是喔 兩邊 弓兵都是沒有單道學 好 那這裡有個房子有點危險 300滴 很快就被打爆了 如果沒有聰明補 馬公去左邊 看了一下 組了一個大學 好 這邊直接走了進來 沒有騎士 這邊毛兵可以一直無情輸出 欸 這裡要圍一下 這 這 完 完蛋 欸靠姐把騎士關在裡面 差一點這裡又可以關了 哇很可惜喔 反正這邊mine牌要修一波村民操作的 但很可惜喔 沒有把所有的騎士關在裡面 差點就成功了 哇要是可以把所有的騎士關在這裡面 黑蘭應該會直接雲地投降 好 那村民現在越拉越大 VIPER這邊是82村打58村 村民樹香燒非常注意大 原來黑蘭這邊是兩TC 爆強軍事的 那 保加利亞這個文明 確實也該要打強軍事喔 畢竟自己前面也被殺得很慘 這個時期喔 如果多打一點強軍事 能換到一點軍事的話 經濟的話可能會後期更不打不贏 那保加利亞為什麼會打強軍事 原因是因為他的兵工廠 科技的食物消耗量會減半 所以盡量多升級這個工坊 然後出大量的兵 或是轉兵之類的 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前期就可以轉出大量的兵種 去做一個counter的選擇 好那保加利亞還有一個特殊的單位 三位 建築物 叫做這個銀類 那銀類的攻擊力本身跟城堡差不多 只是血量比城堡少一倍 但這個銀類的造價只要350石頭 所以基本上簡單來說也是跟城堡一樣 是半價的一個單位 但是他終究是打不贏城堡 所以Viper這邊直接下個城堡的話 這個銀類應該也是原地被手撕掉 被劍塔撕掉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一雷蓋好 好我們這邊來比較一下 銀類的攻擊力是4加 10加2 那城堡是11加2 攻擊力只差1而已 欸這差1 喔沒事沒事 對只差1而已 好這邊這邊宅火被打爆 騎士殺了進來 在Sviper這邊馬攻 無情拉打 直接輸出 使了非常多的騎士喔 那保加利亞 這邊還是想要再繼續進攻 但我覺得這邊可以再插一個贏了 直接斷石頭 這邊搶對方石頭來挖會比較好 好欸 直接插更神了 那更多村民直接過來 但這裡 偷車要是出來的話 可能會有點難蓋 但Viper能即時的把偷車按出來嗎 現在兩架經濟都非常的極限喔 好這邊有騎士 想要來直接硬拆 碼頭 他們都已經圍好了 OK這個鷹雷可能蓋得起來 艾盒的馬攻被空在家裡出去 而且這邊毛兵數量已經夠多了 只要擊火是可以殺村民的 但還好目前還沒有彈道雪 如果彈道雪的話更要求 咻 喔 頭子車稍微操作一下 好看到頭子車出來之後 黑拉有點想要撤翠了嗎 好 鷹雷蓋好原地開挖 這個衝車往這邊走 是要撞這個嗎 但我覺得這個應該沒必要吧 好 那個黑拉這邊又先把對手 Viper的TC給點掉了 看來是要去撞是不是 那就賺吧 應該說撞掉 很快就撞掉了 2600滴血而已 並不多 好 Viper這邊再補一個城堡 希望把這些祖金給拿回來 好 這邊蓋城堡 Keyla想要抓這個機會 在這邊得被賭個房子 騎士沒辦法過來 好 騎士一直在這個位置 想要封鎖Keyla的一個毛兵 那馬公直接原地站A 騎士也直接上來硬坦 偷子車直接被點掉 大量收穿 騎士還是一直往前殺 沒有要停的意思 被牙的騎士損失慘重 但是Viper的馬公也剩寥寥無幾啊 哇 Viper這邊馬公死 算一下到 可能不到十隻 十二隻喔 還有十二隻還不錯 好 這邊生活最後的騎士 總共TC解決掉 欸唷 插一下 OK 好 那衝車 剛剛來 撞這個銀類喔 那裡面一隻騎士應該是 剪掉衝車了 那應該喔 先來撞這個銀類了 好 原來也要有這個城堡的保護喔 但是要特別小心這個位置喔 這個位置 對方還是蠻輕的喔 可以出這個騎士 直接來拆衝車 後面喔 最好是有這個 馬公Cover一下比較好 哇 有點痛 好 Viper這邊現在有餘力喔 開始點一下經濟科技 帝王時代點完之後 開始點一級絕經跟一級 一級的絕食科技 還有自己的料王技術 攻兵護甲 輕騎兵 還有護衛技術 哇這什麼重要啊 攻兵騎兵步兵技術 各來一個 小朋友才選擇 我全都要 應該是要來打這個日本武士喔 不然就是騎兵喔 只有這兩種選擇 日本通常打建有的機率會偏低一點喔 畢竟日本武士實在是太香了 而且保加利亞的騎兵喔 一直被我戲稱為喪屍騎兵喔 那這個單位比較難吵 是這個騎兵 保加利亞騎兵 落馬之後 被這個單位被擊殺之後 還會變成步兵 單位繼續輸出 所以你出擊兵喔 直接運殺這個保加利亞騎兵的話 是解不乾淨的 你可以解到他的騎兵模式 當他下馬之後變步兵 拿流星錘繼續敲你的疾病的頭 還是會被他敲到頭部血流 但是日本武士就沒這個問題喔 他不管是上馬型態還是下馬型態喔 這個日本武士都可以兩刀 咻咻 就可以直接把它切成沙西米喔 直接變成難體勝之類的 吃 所以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算是遇到了 日本的剋星喔 本來很多的文明喔 對保加利亞的騎兵 是非常的難產的喔 會覺得很難受的一件事情 變成他會一直站起來 看他是站起來了 有45滴血 但是這蠻怕箭矢的 好 所以日本人如果這邊直接出這個 日本武士的話 對黑亞來說是相當難受的一件事情 那保加利亞還有這個馬燈科技喔 所以保加利亞騎兵的傷害喔 又可以更上一層了 但下馬之後 就沒辦法吃到這個馬燈的一個加成 欸這邊應該可能全收 這裡有這個彈道血喔 好稍微秀一下操作 欸這個沒有射到 歪掉了 好上面再補個高地寶 那這邊均勻投石機已經出來了 好左邊這裡有一台 應該是很快就可以拆掉 這時候已經有空圖的意思 好這毛兵過來直接硬投 哇塗掉非常多的馬弓 馬弓想要繼續秀操作 看能殺幾村就殺幾村 現在兩邊的村民術已經相差無幾了 137村打了135村 只差兩村而已 哇這邊也想要挖黑辣的野獅 但是被發現 好這邊點下板甲技術 化學 欸怎麼倒了 還會急招騎士喔 好這邊馬光看到石頭 直接挖村民不想空了 直接把城堡往前蓋給壓力 這是黑辣 野獅金帝王的時代 帝王的時代 會選擇什麼樣的打法呢 這邊是選擇工兵的一個升級 三級色化學 當然是想要先把這個 戰毛兵喔 升到最強 嗯... 是沒有工兵這條路線可以升級的 他很長 跟這個西班牙一樣 沒有這個工兵可以升級 這個工兵喔 永遠都是工兵 不會升級到奴兵的 好這邊騎士直接勸退一波 西班直接衝了上去 好日本VIPER這邊還轉出了強奴 奴兵的工兵練甲也在升級 兩台巨頭往前前壓 新奇兵在升級 黑辣這邊新奇兵在繼續升 那之前有觀眾說這個 保夾利亞的這個 馬燈喔 保夾利亞的肉馬是不會吃到的 但這件事情我一直沒有找到證實 我不確定到底有沒有 如果有吃到的觀眾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那確定是騎士跟保夾利亞的喜兵 都可以吃到這個馬燈科技了 肉馬的話我就真的不知道 這個 世紀帝國裡面的解說 每次都寫得很不完整 騎士跟肉馬 他們有時候會把這個騎士跟肉馬區分 所以會讓你搞不清楚 肉馬跟騎士到底是不是同個 屬性的東西 野野哥上來說是不是 但是又有一些精冠科技 又可以讓騎士跟肉馬同樣吃到 例如這個馬力的精冠 飆悍精神 這個肉馬也吃得到 所以這個 解說裡 常常都藏了一些 奇異怪怪的一個區分 好 那這邊下馬之後 繼續輸出 但是很怕見識傷害 喔 這個時候日本 VIPER已經出了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就會非常難守了 幹嘛幹嘛幹嘛 這日本武士要幹嘛 這個要去守師隱蕾的意思嗎 因為這邊有這個黃金礦 VIPER是想要先讓對方斷金 先打資源點 哇靠真的守師 日本武士開秀 雖然還是很怕見識傷害 但是11隻傷害已經夠高了 哇 攻速好快 哇 還沒有三級攻 直接砍爆一個銀壘 哇 踢日本武士在那邊 嘘嘘嘘嘘嘘 哇 很療癒耶 再砍再砍 再砍哪 日本武士 不知道在砍哪個地方 在這裡 砍農鐵 好 好 擊兵也過來 日本擊兵超級扯 攻速也是非常快 但是 步兵依舊是會害怕弓兵跟火槍的 但是保加利亞沒有火槍 所以他對於打這個步兵 是稍微有點困難的 之前DOT有示範這個保加利亞的 這個 重裝馬弓喔 來示範 保加利亞打工兵路線也是可以的 這邊沒有在控 直接被大廚殺 正面非常多的一個戰毛兵 戰毛兵直接被砍了一刀 爆血 很痛 好 那目前黑亞也不敢繼續出保加利亞騎兵 因為日本武士這個單位 是會克對方UU的 那UU就是指這個 城堡單位 日本武士不管卡哪個UU單位 都會有這個無外傷害 所以保加利亞騎兵似 被玩客的一個狀態 所以絕對不能出保加利亞騎兵 好 那白虎這邊派了一些日本武士 鎮守這塊金礦 可以自己爽手挖金 自己點下拇指 想來轉出一些強弩 看對方有這個戰毛兵加騎士 強弩可能會有點無力 還是要配一些疾兵加日本武士 當前排 弱盾比較好 那繼續用這個均一頭時機 騎壓力 騎壓力的話對方自然就會上來 對方上來的話 騎士上來這邊硬砍 疾兵日本武士直接上前砍爛 日本武士傷害非常高 這邊想要修一波操作 但是可以來找破口 大部分日本武士 把所有的騎士擊殺掉之後 直接往前 但是這邊只剩下一個堡壘了 再殺進來 黑拉的一個正面 就要直接爆開了 這邊才 這時候才點下馬凳 這時候的馬凳還能做到事情嗎 有點疑惑 黃金沒有太多 日本武士直接上來硬砍 正面直接砍爆 弱馬 散毛兵 五一洗免 日本武士開刷 哇 哇 太痛了 日武 哇 直接BBQ 沒了 這邊肉馬 就算再過來 也是被砍爆 這邊肉馬想要直衝巨型投資機 但這邊有村民在修理 那個城堡掉了 應該可能就結束囉 還在追這些 散寶 沒有要走進去了 因為砍村民比較舒服 好 第二波日本武士上來高地 繼續砍肉馬 好 想要突圍的騎士 直接被強奴射成白癡 去前面繞了一波 讓奴兵射了一波之後又跑走 又回到想要地城堡後方 但日本武士又上前砍了一波 大量村民直接倒地 黑拉打出了聚聚 哇 日本武士這個咻咻咻聲音真的很舒服 好 那黑拉這 不是黑拉 MIPER最後面還是有來吃下面這塊魚型 那確實出日論武士也是需要大量熱 日本繼續捕魚會比較好 沒有魚的話 就可以灑這個魚王 這個池低調 剛好吃到最後一個大魚 最後兩塊 所以也沒有灑到魚王 所以讓MIPER這邊 漁船的優勢 打到巔峰 三個魚池吃好吃 你們看這邊是四個魚船 這邊也是四個魚船 這邊多一點五個 這就是一個高手的細節 千萬不要把一個湖裡面放太多魚船 我覺得會蠻虧的 好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來說 VIPER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畢竟自己村民領先很多 也比較早上這個城堡時代 VIPER經濟非常的好 木頭三萬一 食物也是三萬一 黃金用一萬五 但石頭保加利亞多一點 但保加利亞多一點石頭也是好處的 畢竟自己的銀壘 是需要大量石頭去支持 但這把HELA的銀壘 大部分都插在自己家裡 外面的銀壘只有三個 所以有點可惜 我覺得應該可以早期一點 去外面插爆對方的一個地圖 會更好一點 但後來的銀壘也只能防守 但也沒辦法 畢竟HELA這邊有點被克制住了 自己經濟沒起來 銀壘一直往前插的話 也可能會白給 但我覺得HELA也是做得非常好 前面那些銀壘也確實有傷到VIPER一點點 這個TC被拆了一個 然後也被控到了石頭跟黃金 也做得相中是不錯了 但是後來沒辦法那波騎士直接往前送掉 有點可惜 但我覺得不送的話會更慘 畢竟那波不送VIPER的馬弓成型會更誇張 到時候再來出這個騎士 要來解這個馬弓可能就更軟一點了 所以那波B戰來說我覺得問題是不大的 我覺得最關鍵還是VIPER的一個封建時代 三隻裝甲砍掉四村 我覺得那邊應該算是這一場關鍵 關鍵中的關鍵 這是我的個人的看法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